这可能是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一个故事 我用了这个方法 一条视频卖了三万本书 成交额一百六十多万 希望你能用二十秒的时间认真的听完 百分之九十的人听完了 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特别是最后一句 昨天下午呢 我就参加了一个人的线下会议 在会议的最后呢 在台上演讲的人淡定的说 全场都是来学销售的吧 那我现场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销售 只要给我十分钟时间 然后呢 把自己的钱包都管好了 我来告诉你们销售背后的秘密 接着呢 他就开始演讲了 我看着表数着时间 九分钟的时候 我真的震惊了 就在九分三十秒的那一刻 他结束了分享 而这九分钟的成交额 居然是八百六十五万 那一瞬间 我真的被这位老师折服了 下课后呢 我等了他两个小时 花了五十九块钱 买了他写的这本销奖密码 没想到 我被他书里面的成交逻辑步骤 震惊了 真正成交的力度 取决于你对演讲的高度 而你演讲的高度 取决于你对人性把握的深度 这一刻我终于顿悟了 批发的成交 就是一对多的催眠过程啊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每次去旅游 总是会被导游成交 去参加会销 总会被台上的人成交 原来成交的背后 有十八个步骤和逻辑 我强烈建议你们呢 也要看完这本书 我用书中的方法 给一个餐饮加盟的老板 做了一场招商演讲 没想到一百人的会场 八十人被成交 两个小时成交了七百多万 我当时真的被这个销奖密码震惊了 因为我知道这次的成功 不是靠我 而是靠的这本书 我只是把书中的知识 写在了手机上 然后拿着手机 对着麦克风读了一遍 居然成交了七百多万 我比你还不相信这个事实 现在呢 我和作者深入合作 拿到了这本书的底价 并且包容到家 现在呢 只需要点击左下方链接 就可以获得 真正的领会 面对面成交背后的秘密